花莲今天凌晨4点 再发生规模5.3的地震 加上晚间下雨 这个天王星大楼的拆除作业 暂时停止 不过酒楼的住户 他看到自家东西全部都掉出来 也难掩悲伤的情绪 很多住户也担心 这个后续到底要住哪里呢 详细状况我们连线记者叶玉娜 好 主观众 持续带你来关心花莲强震之后 天王星大楼的最新拆除状况 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 目前其实受到昨天 还是有瑞士规模5.3的余震 加上说原本说好 是要24小时不断的拆除 但是附近的住户觉得说 声音有一点太大了 所以目前是暂时停工的 不过预计早上就会开始复工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现在整个拆除的状况 其实因为是从高楼层开始拆除 所以九楼八楼跟七楼 非常多的东西都已经掉出来了 所以就在地基前面 其实他们的柜子还有衣服等等的 全部都是堆积在上面的 不过其实稍早的时候 九楼的住户林消息 他就有透露说 他看到自己心里 家里的东西全部掉出来的时候 其实心里是真的在淌险 而且稍早也有落泪 认为说虽然自己的东西很重要 但是也希望说所有的搜救人员 还有所有的消防队员 都是可以安全的 电脑听稍早的访问 外手戳下去第一下 我的东西就开始往下掉 我相信第一楼层的是有机会的 但我自己家我没有期望 因为太高了 好 每个听到 其实林小姐是透露说 目前他们所有人是都安置在 中央国小的地方附近 不过呢 其实呢 因为还有很多天要继续居住 而且呢 拆除作业 大概都还有两个礼拜左右 所以他们其实也都是有一点担心说 后续到底要住在哪里 加上说之后呢 其实国小会开学 许多住户的小朋友要怎么去上学 其实也是很大的问题 再加上说其实现在呢 还是有蛮多的住户 想要把东西都拿回来的 目前呢 其实政府两位也是协调说 会努力用机具呢 把一些东西都努力的把它拿起来 不过呢 现阶段所有的住户 也成立了一个自救会的扫组 目前呢 花莲县政府 也会持续的提供协助 以上就是现场的最新状况 现在前面镜头 欢迎宏内出播 先续带您来关心花莲的强震 今天救灾已经进入到了第三天 根据内政部消防署的统计 截至到今天上午的八点为止 目前呢 强震是累积了十个人死亡 还有1135个人受伤 不过呢 现在其实还有637人 受困在山区 并且有12个人是失联 联系不到的当中 目前受困的人员呢 这么多人有636人 数量之所以这么多呢 其实就是因为里头还包含了 天翔精英酒店里面有451个人 目前都还受困在山区 在安置在他们山区的酒店里面 所以目前是安全无余的 加上呢 这个酒店旁边有一个加拿大籍的游客 已经在昨天晚上呢 是联系到他 传出好消息了 他目前呢 仍是在精英酒店旁边来扎营 是安全无余的 不过其实呢 我们透过这个画面可以看到 这个强震也导致说花莲 其实有多处的路段 都是发生摊坊跟山崩的 包含呢 台八线中横公路东段呢 原本是大面积的落石摊坊 公路总局呢 已经在昨天的晚上 是抢通到了天翔以西的路段 目前呢 在这个路段 他们正在清理一些小碎石跟落石 已经可以双向通车了 确认呢 安全无余之后 会在今天上午的10点左右 来开放一些小型的车子 可以慢慢下山了 不过我们透过下一个画面来看 这个目前呢 可以看到很多搜救人员都在这边 你可以看到这个山坡上面 全部都是碎石 这个地点呢 其实就是在花莲的沙卡当步道 这沙卡当步道呢 目前现在还有4个人 失联是联系不到的状况 搜救人员呢 从5号开始是投入了264名的队员 加上呢 还有9只的搜救犬 来挺进这个柔长寸断的沙卡当步道里面 其中呢 还有一名21岁的胡适女子呢 他自己一个人前往登山 目前都是失联的 家人也是很担心亲友还在网路上面公布他的照片跟对话 希望呢 大家可以帮忙协巡一起来集气 因为呢 昨天呢 其实搜救人员在这个沙卡当步道呢 就有发现了两具遗体是压在这个巨石下面 可以看到大家是围在这边想办法要把这两名人员给救出来 而且呢 其实这两位人员的位子被发现的时候是相当接近的 因此目前搜救人员研判说 其实很高的几率他们两个是同行者 不过因为昨天呢 其实天候状况不太好 加上有开始下雨 而且从地震一直到现在 花莲一直不断的有余震发生 所以就担心这个碎石啊 会余震的时候会整个滚落下来 又造成了人员伤亡 而且其实这个搜救人员用这个消炎机 把这个重型机具想要破坏这个石头 可是效果都不太好 而且您可以看到一旁其实就是50度的斜坡相当的危险 因此昨天这个搜救计划只能先暂时的撤离 预计今天上午呢 他们会来出动大型的机具来开挖 因为我们把镜头转到花莲市区 可以看到这个倾斜的天王星大楼 相信大家都觉得相当的惊悚 这个天王星大楼呢 其实拆除进度从昨天就已经来正式的展开了 不过这个拆除的前置作业 其实有一些延宕了大概是4个小时左右 加上呢其实昨天花莲晚上就开始下雨了 有封面通过 加上呢其实又余震不断 这个天王星大楼呢 它倒塌之后又往前倾了大概是1公分左右 所以目前呢这个拆除的施工人员 他在这个大楼前倾的前面 在这个三角地带里面 已经有用两个H型的钢架来固定 他整个建筑的主结构 就是希望呢这个拆除的工作可以顺利 不要再造成更多人员的伤亡 预计呢在两周内可以完全把天王星大楼给拆除 受到花莲不断余震的影响 加上天王星大楼 昨天拆除时 两根钢梁变成了一根 影响内部平衡跟压力 就怕影响到周围住家 而目前图目记事都在现场评估 是否要拆除作业 这个要继续停工 详细状况我们连线记者叶玉娜 好主观众持续来关心花莲强震之后 天王星大楼的最新拆除状况 我们从画面中可以看到 其实现在呢 天王星大楼目前都是停工的情形 主要就是因为说 昨天还是有发生规模5.3的地震之外呢 同时也会受了雨势的影响 加上呢 现在在拆除作业的时候 有发现说第二根的钢梁 似乎呢 是有一点点倾斜的状况 而且呢 加上余震 所以整栋大楼是有一点点倾斜 跟位移之外呢 同时呢 因为他们现在在施工的时候呢 需要一边在拆除的时候 一边同时要调整钢梁 免得说压力 如果左边过大的话 有可能会导致倾斜倒塌 甚至会影响到旁边的饭店 因此呢 现在都要做重新的评估 最近老汉的时候呢 土木技师还有等等的施工单位 都抵达了现场 在做重新的评估 究竟要不要先暂时的提供 带你来听稍早的访问 余震一直不断 然后还有我们昨天 架了两只钢梁 那现在有掉了一只 土木技师他们还在 就是跟建设处 然后还有一些相关的技师 在看要怎么样子 什么样子来做拆除 其实我们觉得说 拆除缓慢没有关系 但是人生的安全最重要 这些工程人员都很辛苦啦 那我们还是要 他们的安全为第一优先 好我们可以听到 其实里长是透露说 现在呢 整体呢都还在评估当中 而稍早及时呢 花点县长徐政委 也已经抵达现场了 跟市工单位一起进行评估 还有土木技师的工会 就在看说怎么样呢 才可以让家里 整个天王星大楼呢 不会有倾斜跟倒塌的 一个意外情形发生 同时怎么样可以让 两边的平衡跟压力 都是稳定的 不会影响到附近的住户 还有大楼 而目前呢所有住户的安置的状况呢 因为现在是所有 几乎都在中华国小 但是后续呢 如果开始要上学 或者是国小开学之后 究竟小朋友怎么去上课 还有后续的安置要去哪里呢 现在县府单位也还在做评估 以上现在这些状况 将时间镜头 欢迎黄霓主播 好持续带您关心 花莲的强政救灾工作 现在持续的在进行当中 通过画面可以看到 这一次呢 灾情最严重的 当然是在离正央 最近的花莲地区了 台八线的中恒公路不少路段 您可以看到发生了土石摊坊 现在的救援人员呢 是出动了机具来 尽速地来抢通当中 甚至呢 还有发生山崩的状况 现在搜救人员出动 就是希望可以连夜地 来抢通太鲁阁 以及台八线中恒这一段道路 让受困的民众 可以赶快回到家中 另外其实在市区呢 也发生了两栋大楼倾斜 包含天王新大楼 它的拆除工作目前在进行当中 不过稍早呢 最新消息是由于这个天王新大楼 不断地往前请 所以因此现在还在研判说 这个拆除工作要不要先暂缓 以免造成更多人员的伤亡 现在相关单位就希望说 可以赶快地来完成后续灾后 重建的工作 把这个倾斜的大楼都拆除 另外呢 其实从地震事发到现在 才过了三天哦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台湾的后续救灾工作 已经如火如荼的在展开了 如此有效率 也是因为我们台湾 就处在还太平洋的火环带 对于地震发生呢 其实从台湾出生成长的人 都已经蛮习以为常的 甚至呢 在地震发生的当下 我们也可以培养出 冷静应对的能力 而这个呢 其实呢 也让外媒疯狂的报导 大战我们台湾人 真的太厉害了 为什么呢 带您透过图卡来了解 其实呢 台湾人这个防震意识呢 可以是从25年前的 921大地震开始来建立的 921大地震呢 是发生在1999年 当时呢 是4.3的规模的强震哦 一共造成了台湾 全台10万多栋的房屋 都倒塌或是倾倒了 那921大地震呢 当时其实也造成了 全台湾2000多人罹难 这起悲剧呢 同时也敲响了 台湾人的防震警钟 可以说是用血换来的 那在921过后呢 其实政府呢在2005年就大幅地来修订建筑物的耐震规模规范 也就是说呢 依照全国不同的政区呢 政府会制定这个建筑物最低的耐震系数要是多少 那这个修法呢 其实是更复杂的 各项的标准呢 他们都有精细的来算过 从那一次之后呢 这个我们新盖的房子 他们的结构设计 还有耐震系数 都必须要符合政府的要求 也是这一次7.2级强震 许多人拍下这个建物左右晃动 看起来很可怕 快倒了 但其实呢 这也是凸显台湾人的建筑耐震系数相当的高 就连外国的网友呢 他们看到我们的这个地震的影片 都不得不称赞说 台湾真的很先进 而且台湾人很优秀又很冷静 遇到地震的反应都冷静已对 而且事发之后呢 包含我们的救灾人员 救难人员的效率也超级高的 我们透过旁边来看呢 不止这个网友大赞 连这个美联社呢 也大篇幅的报道说 虽然台湾这一次地震 出现了一些死伤 并且有一些建筑物受损 不过呢 我们出设的防震措施呢 也让这一座高科技岛屿 还有我们岛上的2300万居民 损失相对比较少 那另外呢 我们再来看这个专家怎么说呢 新船不动产的智库执行长何世昌 他就说了 他知道我们台湾人部分 还是会有人觉得说 外国的月亮比较圆 是不是台湾的建筑 都有一些偷工减量的状况呢 不过他说 台湾的建筑品质跟安全度 在亚洲地区包含了 长地震的日本 南韩 新加坡跟香港 我们的技术呢 都是一流的 所以呢 不要看不起自己的国家 我们的防震系数 并没有比其他国家还差 而且呢 也要感谢前人的努力 包括呢 多数的建商都有遵守 921之后修法的法规 让台湾人可以安然度过 这一次大地震的危机 大家都希望可以把灾损降到最低 那这也是25年前 921大地震 全台湾的人民 又血跟痛换来的 这次大地震的震的震的震